高雄市區新建案 轉角處大面積坍塌 地下水和沙石 從地底噴了出來 4000道馬路全部都是裂縫 全線封閉禁止同行 附近民宅外牆軍列 居民一早被公所人員敲門叫醒 才知道房子可能塌塌 6戶人家緊急收拾 家當撤離 那個建築有跟你說明 現在狀況是什麼 沒有 沒有 那裡一定有軍列的 意外發生在22號凌晨4點半 高雄市自強一路新大樓 規劃蓋地下兩層 地上15層 時工不慎 造成寬6公尺 長9公尺 深度約1公尺大面積坍塌 變成大天坑 初步瞭解 建商當時正在挖8米深地下室 但鋼板破洞 沙土汗水湧出來 掏空地基 鋼板裝的一個接合處有破洞 它給人家拌毛磅 另外的水壓先到一致平衡 小屁這邊漏水 建商時工出大包 不見店家 一個禮拜前早就發現不對勁 牆壁均裂 盛水 地下室石搭搭 沒想到一個禮拜過後 竟然變成大天坑 等一下如果再塌過來 我們房子就倒了 一起來不知道會不會 再塌的跟過來 所有任何損傷問題 我們全世界都做什麼 興建案施工掏空地基 民宅也有坍塌風險 雖然建商承諾負全責 但就怕破洞持續擴大 附近居民人性惶惶 剉了一旦 記得許不天王 樹宏 A3小組 高雄島 來 水塵生成機 可以及時補充抗菌液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塵 一瓶變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塵 與病毒還有細菌作用還原成水 所以是不沾害環境的 一天使用200次也沒有問題 可以上快點購下單購買